主料,酸菜100克,红薯粉丝200克,肉煎50克,辅料,葱,姜一小块,蒜,花角,该辣椒一个,酱油1 2勺,清水,盐1茶匙,鸡精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酸菜要买成片的,天月整月好,千万不要买袋装成四的,把菜叶子一片片的用刀从根上切下来, 左边盆里是切下的叶子,右边是不要的白菜根,片酸菜,像片鱼肉片似的,把酸菜用刀横切亮三刀,事不够决定,酸菜片过之后可以切得更细,更入味切的时候要小心手,把酸菜切成细丝放在水里过一下,把红薯粉丝冲洗后,用温水泡在盆里,葱姜蒜切过水用,锅中倒油,不能太少, 不然酸菜会干色互香,也不能太多比炒青菜多一点点就可以了,一会煸肉馅还会出油,放些花椒出香味盛出不用,先放入肉馅煸几下,然后放入八角,葱姜和一半的蒜,我喜欢辣的放了两根干辣椒,一起煸炒,炒出香味后,加入酸菜炒至,加入酱油再翻炒一会儿,翻炒均匀后,加水,水泡后加入粉丝, 炖煸炒到汤汁收的差不多,要留点汤,不要一点汤都没有,那样出锅以后,本次还会吸水就成一坨了,放入剩余的蒜末,撒烧血盐,激青斑炒均匀,烹饪技巧,酸菜只能偶尔食用,如果长期炭食,则可能引起泥尿系统结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